今天听说你把她带来了是吗 带来了 她听说我越来参加节目还挺兴奋的 今天早上她六点钟就醒来了 特别兴奋 她会想生气 来来来 慢慢一点 慢慢的 慢慢的孩子 小心啊 小心 欢迎你曾珊 欢迎 哇 嗓得蛮帅的 大家好 今天是我的曾珊 今年18岁 18岁了 哥哥姐姐叔叔说 大家好 哥哥姐姐叔叔好 哎呀 你好 你好 人会叫啊 哥哥姐姐叔叔好 你长得特别的帅 帅哥 我 不帅了 因为我的气管 切开了 不能当兵了 没事 没事 你是我们演出的帅哥 虽然气管切开了 不能当兵了 但是 谢谢叔叔 哈哈哈 真有礼貌 他可能是很想当兵 觉得当兵是一个男孩子最帅的时候是吗 对 我奶奶希望我当兵 啊 没关系曾珊 虽然你不能当兵 虽然你不能当兵了 但是我觉得你站在妈妈身边 就像一座山一样在保护他 也是特别高大 特别帅的啊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谢谢你 哇 今天都是一种说 你看只有哥姐姐 是叔 哈哈哈 对啊 我觉得他一直在微笑 你们发现没有 对 但是他只会笑了 不会哭了 这是因为车祸留下的后遗症 对就是车祸引起的 所以这135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这135天对平常人来说挺快啊 但是对我来说就像熬过了一个设计 刚刚开始的第一天我还不怎么样啊 后来等他转到监服室里面去了的时候 我才觉得整个天都塌下来了 嗯 我那个时候才开始直到哭 就每天每夜的哭 然后哭完回哭完 医生每天就这么下病位退出室吧 我说不行我要给他转业 然后我就在他第三天自己不会呼吸的时候 把这个情况切开 然后医生还是说他活不下来 那我就 就是说老爸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要去抢救这个孩子 爸爸用我的命去放他的命 我都愿意 然后在第四天的下午 我就给他转到贵娘室的专门的老婆医院去了 转过去的时候 医生也说这个孩子有可能醒得过来 有可能醒不过来 你怎么可能撑得下去呢一百多天 那个时候我就只有一个信念 我的儿子一定会醒过来的 他是我的儿子 他才活到12岁 他不可能就这么早就离开我们 我觉得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发现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 一直都没有 到孩子有 孩子三个月的时候还没醒来 医生就跟我说 然后这个孩子最佳的康复 醒过来的时期是两个三个月 但是他现在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他醒不过来了 我就说不可能我的孩子一定能醒过来的 然后就这么再拖 天天再熬 然后到了四个月 我说既然他都醒不过来 我还活着有什么用 我就不活了 然后几天下来 我就烧了差不多十斤 后来就医生来查房的时候 我就晕倒了 后来医生就把我们的家子叫过来 他说现在两个选择 救大人还是救孩子 你们自己选择吧 这个孩子 这样活下去也不错过也是 比这个大人你看 成一百多斤 现在烧到九十斤都不到了 后来我哥他们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他说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不醒过来的话 我们就还是挺医生的吧 不要再这么牵持下去了 然后就输夜 我就输 每天输 输到第八天的时候 我就说我不输了 我说我输干嘛 你们救我干嘛 孩子都救不活 然后到一百三十五天 也就是我输完夜的第二天 这个孩子自己就醒过来了 我 我 我